作者 烟花惹笑 眼波 一道苏苏 一种侃侃 透气之作 千雪 第六百六十三集 长剑在剑衣的手里散发出一阵阵森寒的气息 凤九儿差点没被他给吓死 慌忙将自己的脚往被子里收去 可他的脚踝还肿着 动一下顿时疼得他冷汗直流 连眼泪都差点忍不住飙出来 剑衣决定不等了 一把抓住他的小腿 将他的腿拉了出来 我开玩笑的 别砍我的脚 不管是手还是脚 都是他身体上重要的部分 一个都不能砍 我真的开玩笑的 更何况现在也没有大夫不是吗 别砍我 他真的要哭了 这人怎么一点玩笑都不能开呢 竟然真的将长剑抽了出来 想杀人吗 当真只是开玩笑啊 剑衣盯着他 可是一点玩笑的意思都没有 凤九儿却不敢造次了 忙不迭地点头 开玩笑 真的只是开玩笑 你别砍我的脚 剑衣无声浅叹 将长剑放在桌上 扶着他的脚从床上弄下来 他将药膏抹在他的脚踝上 轻轻推拿了起来 自己以前时常受伤 这点小伤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推拿几日便好了 凤九儿的目光忍不住落在不远处的长剑上 依旧被长剑的寒光震慑出几分心寒 剑他战战兢兢的模样 大概也不会再调皮了 剑衣才轻叹了声 低声道 我也只是开玩笑的 慌什么 你 这家伙 感情刚才只是在吓唬他 太过分了 演得这么逼真 他刚才真的相信了 他拔剑是为了砍他的脚 还说什么耿直君子 根本就是个演员 就当是你捉弄我两回的报复 我们扯平了 好吗 剑衣原本就没打算跟他生气 吓唬吓唬 也不过是想让他别再折腾 脚都伤成这样了 还要闹 到时候折磨的不是他 其实是他自己 凤九儿也知道 自己闹腾 对他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他只是心有不甘 好端端的 凭什么要砍掉他的手呢 虽说现在还没有下手 但他一直为了这件事情 担惊受怕的 日子能好过吗 再看他 还在专心地给他推拿脚踝 不知道是因为手法的原因 还是因为力度不大 竟然也没觉得很疼 倒是看着他握住自己脚踝的手 他的坏心思又闹腾了起来 你现在和我算不算是肌肤相亲 剑衣一愣 低头看着被自己大掌握住的小脚 想的不是什么肌肤相亲 而是他脚怎么这么小 认真凉起来 还没有他的手长大呢 握在手里软软的滑滑的 手感竟是如此美好 这便是女子的柔软吗 未曾碰过其他姑娘的脚 他无从比较 只知道凤九儿的脚 白皙细嫩 真的很好看 末了 他点点头 竟然有几分认真 算 那你还敢碰我 他冷哼 邪拟着他 剑衣已经无法回应这个问题 不管是不是 都已经碰了 他继续低头 小心翼翼地给他揉脚 片刻之后 他道 快疼 凤九儿歪着脑袋 什么 好痛 亲点 亲点 刚才明明一点都不疼的 忽然就变成了这样 对 这才是扭伤脚踝之后 正儿八经的上药的疼 那那刚才算什么 疼 真的疼死他算了 他才不是想哭呢 只是真心太痛 比以往的经历都要痛 他是不是故意的 是要惩罚他 刚才对他的无礼吗 他道歉行不行 疼死了 妈妈 疼 也不知道自己咬到了什么东西 只是脚踝愈发疼得厉害 疼到痛处完全超出自己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时 面前有什么东西 他就咬了什么 痛 痛得他头皮一阵一阵发麻 痛得他差点晕死过去 没道理这么痛 但是真的 就是这么痛 你干什么 终于疼痛的感觉轻了些 凤九儿放开唇边咬着的东西 下意识地一脚踹在剑衣身上 你要故意报复我吗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 后面的话 在他意识到自己踹了剑衣一脚 却没怎么感觉到痛楚之后 硬生生地被咽了回去 怎么回事 九儿低着头 看着自己的脚踝 虽然还是红肿 可是 可是不怎么痛了耶 这 怎么会这么神奇呢 就算他自己是大夫 自己给自己施针 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呀 这是什么原理 剧痛之后 竟然就好了 凤九儿一阵惊喜 小心翼翼地从床上下来 双脚落地 竟然还能站得住 这 怎么可能 这是我的独门手艺 只是经验多了 便能熟能生巧 剑衣看着他的小脚 依旧觉得 这白皙小巧的脚儿 真的很好看 他轻咳了声 忙别过脸 不让自己继续看 看一个姑娘家的脚 确实是亵渎了 别动作太大 现在只是不疼了 并不代表你已经彻底好起来 还是要休息一下 不要逞强 可 可是 我能走了 这独门手艺 简直堪称神迹 什么手法 你教我好不好 我 我拜你为师 你教我 竟然还有人推拿的手法 比他失真的效果还要好 遇到这样的高人 凤九儿哪里还能想起来其他的呢 医学无边 果然天下之大 无奇不有 简一 你教我 他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又急又期待 简一 却被他抓着 皱了皱眉 下意识地 想要将自己的手收回去 你 凤九儿愣了下 忽然想起来什么 将他的袖子一把掀了起来 袖子之下 小臂上是一个鲜红的齿印 有些地方竟然被咬出了血 是刚才送到自己唇边的东西 他那个时候疼得整个人都昏昏噩噩的 也没有看清楚是什么 一口便咬了下去 原来 是他的手臂 我 现在再说不是故意的 他会不会相信呢 但是那个时候 他真的已经快没了意识 是我送过去的 与你无关 简一将自己的手收了回去 现在 感觉如何 知道自己刚才不仅咬伤了他 还误会了人家 故意要报复之后 凤九儿现在 倒是有点心虚了起来 态度也不知不觉地好了不少 我 我没什么 可这话还没说完 忽然一阵晕眩 让他身子一软 猛地往地上倒下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我